县政府为了方便听障人士在急难事故时能自行向119报案 特别在消防局设有听障人士的简讯报案专线 0911、511、911以及传真报案专线 049、2238、034等两项报案方式提供使用 另外,消防局也提醒民众以及家长 不要谎报或是嬉闹拨打119电话 避免战线影响救灾资讯 学长现在有听障人士传真报案 那个地址在南投市民族路494号 为了方便听障人士与急难事故 可以自行向119消防机关进行紧急报案 特别在消防局设有听障人士的简讯报案专线 0911、511、911以及传真报案专线 049、2238、034等两项报案方式 提供听障人士使用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多加利用 本集会提供便利消防救灾救护服务报案 使听障人士如果没有办法委托旁人来打19报案的话 那可以自己拨打0911、511、911的简讯 打到我们19进来 另外的话也可以打049、2238、034的传真电话 把你所需要救援的内容写在上面传真到本科 我们将会加速派人到现场跟你服务 另外消防局常会接到小朋友误打或是嬉闹 119报案专线电话 消防局呼吁大家要多多珍惜有限的救灾资源 且无触法 若今劝阻不听者可依法处信台币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罚款 我们过去发现有很多小朋友 在暑假期间会无故拨打19电话进来 那为了避免战线 我们还是请家长还是小朋友也好 尽量不要无故拨打19电话 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科科长张国舟表示 县府配合内政部消防署政策与民国100年 税例119集中受理报案系统 全年无休 服务重复中断 是本县灾情监控与通报的重要管道 目前全县消防分队都与该局电脑系统连线 在接获报案电话之后 第一时间就会通知最近的消防分队 调派人车前往提供救灾救护服务 记者曾光佑 蓝头采访报导